老爷 我们今天募捐了很多的钱啊 怎么了 那么多钱你不开心啊 夫人 我觉得这个弊案 跟阿克战肯定有关系 你看啊 他捐了这么多的钱 说明他心虚了 你又来了 老爷 人家是好官 别侮辱人家好不好 拉倒吧 就他那些丑闻 我早有耳闻 那天在大街上口出狂言不算 还指使下人殴打秀才 秀才在街上闹事 管管也是应该的是吧 马翠姑 你这是拿人手软 吃人嘴短 你怎么连青红皂白都不分了 你才不分青红皂白 那些秀才觉得考试有问题的话 去大理寺击鼓鸣渊呢 他们在京城当街闹事 九门提督应该去管他们 马翠姑 你作为清歌县恋的夫人 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知道了 情缘未了 你这样袒护他 什么情缘未了啊 你妒忌人家 你公报私仇 我嫉妒他 我公报私仇 我告诉你 马翠姑 如果阿克战真的有事的话 我绝不手软 你软不软关我什么事 反正你查你的案 我捐我的款 井水不犯河水 马翠姑 我没想到你是如此 见钱掩盖的人 我很讨厌你 我更讨厌你 我会清河县 你现在就走 我不走 要走你走 我不走你走 我不走你走 我走 我走 这件家的银子 送给你当年的梦中 请问了你 夫人之间 五四六现在彻查科口 如果查到我头上 我说今天这点银子 就连身家性命 都完蛋了 你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为了麻翠姑 我说他现在老妈咔嚓眼的 就算当年也比不了 夫人你一根手指头 只要麻醉库收了咱的钱 五四六 就不敢对咱怎么样 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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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题二 论为什么袜子不能当口罩 又被五四六给耍了 小人给锁 小人给锁 要不让他云阳还回去 既然他准备了假考题 那他早就知道我会来这一手 可是要是传出去 岂不成了笑柄 锦毛藏鸥 龙所在 龙所在 多带几个人 手脚要干净利索 我要让他永远回不了清河县 是 这么干 行啊 等他到皇上那儿参我一本 可就完了 圣旨到 九门提督接旨 奉天承议皇帝诏曰 五十城清查重案 一遭奸人算计 特委任九门提督阿可真 保证主考官尽其安全 若有差池提头来见 钦此 臣遵旨 那咱家可就告辞了 公公慢走 公公慢走 怎么办 金毛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没马 快去追他们 是 好 老爷低头 好 老爷 小心 救我 老爷 小心 他比我有劲啊 有劲啊 顶住 提督大人身手真是了得 幸亏提督大人来得及时 杀了这些刺客 本官负责京城治安 职责所在 不必客气 这些刺客刚刚动手 提督大人就赶到了 这事真巧啊 我正好夜巡路过 路过 明天查查这些人的身份 是 没什么事本官就告退了 提督大人 下官觉得 这些刺客是冲着 皇上的考题而来 所以本官想把考题 放在提督大人的保管 您意下如何 那怎么行 皇上交给你的 就该你来保管 怎么不行 一旦考题丢失 又付皇上的重托 再者说了 这考题是用蜡疯的 任何人打不开 我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是放在提督大人那儿 比较安全 这个 这个 如此说来 如此说来 恭敬不如从呀 谢大人 告辞 好 慢走 有点儿意思